来 你看这块 你看这些石头 就是很标准的乌尔河 金丝玉 你们觉得好看吗 这块石头放到很多的玉石店里面 就可以当摆件了 哦 太一个星星的石头 蓬蓬的Vlog指可拉玛依捡玉石 之前朋友们有带你去新疆哈密捡过玉石 你还记得吧 今天朋友们要带你去个更多品质 也更好的地方 可拉玛依 对 没错 就是那个富的流油 很多次GDP排全国第一的地方 乌尔河又称魔鬼城 距离可拉玛依市区90公里 这里有一种叫戈壁玉的玉石 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洋气的叫法 金丝玉 整片全部都是玉石 虽说这里很多高品质的都被人捡走了 但总会有一些宝藏地 还留着我对你的爱 画石头有点宝石光的意思 应该是今天比较值钱的一块 放心 结尾我会告诉你具体地址 前两年那些戈壁摊上 到处都是根本没人捡 真的就是满地都是 随手都是这些 这些石头其实拿到外面还挺贵的 我记得我上次去哈密的时候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金本人你的那些石头就是 放到地里摆拍的 你告诉我这怎么摆 你来给我讲一下这块怎么摆 现在太阳是七点多的太阳 你看一下 所以在这时候呢 你看这整个戈壁摊 就是亮晶晶的 我现在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来新疆捡石头的话 有哪些可以必捡的 我来给你讲一下 你看 我们看像这块石头 来洗干净了 你看看这个橙色 把它冲一下 颜色怎么样 是不是很棒 这块石头就是宝石光 你看呢 这块石头是透亮的 发现没 透亮的 如果你能发现更大的一块 比如说这么大一块 觉得应该价值在 三四千 四五千 我今天想给大家讲这个地址 不是让大家一窝分的来这里 把所有的石头都捡走 挑一块你自己最喜欢的 剩下的都放到地下 就那块最喜欢的 留着 纪念 我觉得它才有 珍贵的意义 把剩下的一些石头呢 留给其他的朋友 让每一个人来新疆以后 点到一块最喜欢的石头 作为新疆给你的礼物 和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礼物 刚才随手捡了几块都放到这了 你们有机会自己拿走吧 地址我就说一遍 影视城往埃里克湖的方向 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拐进去 那块宝藏地 爱你哦